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六凌晨奧運男足半準決賽有一場對決 法國U23會面對阿根廷U23 法國U23在分組賽三戰全勝 整體表現略勝阿根廷 所以今將可以看好有主場之利的法國可以延續勝職 說法國,今屆奧運男足分組賽表現大好 除了三戰全勝得失球比7比0之外 放眼四個小組當中,能與他比美的只有日本 最終法國以小組的首名身份出線,絕對合情合理 法國陣容豪華,當中有拿卡錫迪、米高奧利斯、盧基巴、雷克巴迪等球星 其中美輪分組賽主帥亨利、大首一輝 將拿卡錫迪、奧利斯和巴迪進行輪緩、流力備戰與阿根廷比賽 另外,分組賽7個入球分別來自7個不同球員 說明法國進攻點是人才仔仔 亦可以多點開花 所以今將值得看好法國 至於另一邊,馬斯·卓蘭奴就是阿根廷U23的主帥 所以他與亨利的主帥鬥法亦是今場的一大焦點 不同法國U23分組賽那麼順風順水 他們在分組賽首戰便曾遭遇爭議的盤分 最終第一場比賽便輸球 好在接下來的兩將球員心態得到調整 接連贏伊拉克及烏克蘭 最終殺到入淘汰賽 只可惜今場對手法國 同分組賽對手的實力根本不是水平之上 就算阿根廷有艾華里斯、斯蒙尼、貝特蘭等球員在 但整體實力亦未必及法國U23 加上艾華里斯至今還未入球 只交出兩節助攻 證明阿根廷U23進攻點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所以今場阿根廷就不移高估了 喜歡這條片的話就記得按LIKE 以及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 給你的朋友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